skill the 端端 酥喔 薯妮妮 这个属妮妮 每天都在这里看小鸟 小鸟 小鸟也在表演给他看 看小鸟在那邊跳來跳去 用一隻耳朵回答我 來捏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貓咪 愛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把使瑞克變得郁郁充充 又大葉子又多又漂亮 先給你們看看這三顆是我的使瑞克 還記得過年的時候我拍了步步高深的使瑞克嗎 那時候才剛種沒有很久 現在過了幾個月了 你看長得還不錯吧 那因為這些最近是雨季 這個使瑞克呢 可以淋雨可以曬太陽 但是不能讓它曬直射的太陽 雨可以淋雨 但是也不能全程淋雨 我都是在半遮掩的狀況下 就是放在屋簷下 它可以噴溅到雨 但是不會全程淋很多 噴溅式的直接這樣子沒關係 然後呢 如何養成的郁郁充充 當然就是施肥啦 養多肉通常都是不需要施肥 可是像這種西柴樹 當然是越大越好啦 你看它現在都變成這種深綠色 那是因為 最近這一個一兩個月都是太陽沒有很大 也不能說太陽沒有很大 那就是說我沒有讓它曬很多的太陽 它大概每天就只是閃射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可是你看它也沒有土長喔 你看它的葉片長得還挺好的 沒有長得特別大 然後我又給它施肥 大概一個禮拜之前施肥 所以你看它現在有一些葉片 比較嫩綠就是淺綠色的 還有這些小小的都是剛長出來的喔 所以現在這種雨季是可以施肥 但是你要施肥之前必須是穩根 還有你想要讓它長大才施肥 如果你不想讓它長大 像這一顆小迷你 其實是我養的最久的 這已經度過超過一年了 然後因為它一直僵渺 我把它種在那個大盆子裡 大概像這麼大的盆子裡 這樣子 種在裡面大概一年 它都沒有反應 就僵住 也不長大也不死 後來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又買了這一顆 之前已經說過了 陰錯陽叉買的 現在長得挺好的 後來又看到這一顆 因為它超便宜的 所以就直接又買回來了 以前要是這麼大 沒有上好多百是買不到的 但是現在它已經是普貨價了 小小的一顆 只要40元就買得到喔 那我當初這顆買還挺貴的 如果以40元來 我這顆當初買是買80塊 但是沒關係 反正養了就養了嘛 其實史瑞克養的過程 我也並不是一開始就養得好 其實我養多肉的過程都是這樣喔 一開始 我按照自己的感覺 配吐 然後 拍視頻的時候 有 粉絲朋友說 我的泥炭好像都放太多了 於是我之前 有養一顆 其實也長到大概像這麼大 然後粉絲朋友說 你的泥炭太多 它一定活不了 結果真的是活不了 但不是因為泥炭太多 是因為我想把它的泥炭換掉 加多一點顆粒 就掛掉了 我這邊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並不是每個人的環境都適合 那一種顆粒高的 顆粒高的配比 你要衡量你的環境還有你的澆水習慣 這樣能養的活才是你最好的配比 像之前我那顆養的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 百分之大概四十五十左右的顆粒配吐 它就養的蠻好的 但是後來聽 本師的建議 我就把它換成大概百分之七十吧 結果沒多久它就整顆就爛掉了 反而爛掉喔 我那時候用我自己的配圖 風吹日曬雨淋都還蠻好的 但是後來就爛掉了啊 後來很傷心很傷心 因為那一顆是跟我的那個什麼 跟我的那個火狐狸是一起買的 可是後來就死翹翹啦 然後之後我這個就遵從自己的配比 我有調高一點顆粒 就是大概百分之六十的顆粒配比 然後目前已經過了半年多了 應該半年了 都還不錯 然後如果你要施肥 要像我這樣子施肥 你要記得薄肥多施 就是大概一個月給一點一點就好了 那我用的是我自己的自製有機肥 那你們如果沒有自己自製有機肥 想要用外面買的就是普通花草用的那種 一顆一顆的那種肥就好了 但是不能一下子給它很多喔 它也是會燒根會壞掉 就是薄肥一點點就好了 大概一個月左右放一點點 它就會長得好喔 可是你不要一開始種就直接給它很多肥料 那它消化 它的根還沒有長好 你給它施肥它就一直黃也給你看 所以你一定要穩根 像這個穩根它至少是三個多月以後 我才開始施肥的喔 你千萬別一開始種就給它施肥 到時候你不能說是我叫你施肥才掛掉的哈 雖然現在高濕高溫 但是你如果把它擺在適當的位置 它施肥 它施點肥最近它長得倒是挺快的喔 史瑞克好應該是沒有沒有休眠期 你只要把它擺放位置得到 像現在就是溫度慢慢高 把它擺在半遮陰的地方 它就會長得非常好喔 那至於你要讓它長大才施肥 如果你不想讓它長大 像這一顆我換大盆子都養不好 我只好一直把它養在這個小小盆 那這樣小小盆的史瑞克也是長得不錯 它最近的這個葉片 我覺得長得挺好的 這樣你想要它小小的 你就不要給它施肥呀 那它就會這樣子小小可愛喔 好了 今天如果你要你的史瑞克 鬱鬱充充 招財樹越來越大顆 趁現在是雨季天氣涼涼的 趕快給它施肥吧 但是要叫少少的就好 不要貪心喔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